人类对这个世界究竟了解多少 你能看到多少 你能听到多少 你能感知到多少 夜晚当你凝望夜空的时候 你能看到哪些星星 你能看到星星以外的哪些暗物质 也许它的背后深藏着生命起源的秘密 深藏着星际穿越的秘密 但这一切你永远无法通过肉眼准确地了解到真相 了解到宇宙的真理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陈宏达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是我国的科学家经过探测传回的照片 想要拍好这些照片 就需要一台特殊的相机 来协助我们拍摄宇宙星空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了解一种 搭载了高灵敏成像技术的特种相机 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宇宙探米之旅吧 这是一台搭载了高灵敏成像相机的望远镜 具有高灵敏低照度探测能力 能拍摄到几百光年外的星云 恒星 银河 流星雨等星体和天象 是人们观测神秘星空浩瀚宇宙的新窗口 这是猎户座星座是吗 对 它就是猎户座星座 猎户座星座实际上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高灵敏成像的办法 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 从猎户座的名字上来看 真的可以想象到 它好像是一个拿着武器的猎人 正在准备搏斗 原来这台望远镜的内部 包含一台高灵敏成像相机 相机的内部采用大象源尺寸 背照SCMOS图像传感器 是一种专门用于拍摄宇宙星空 生命科学 海洋生物 海底资源 微观探测的图像传感器 我们不单可以通过高灵敏相机 来观看自己喜欢的星星 还能够追踪它的运动轨迹 是这样吗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相机 不仅能对星空进行成像 还内部集成了深度学习技术 我们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 结合我们的自动的旋转功能 就可以对这颗目标长时间的追踪 使得你一直可以观看你想要的星星了 高灵敏度成像相机 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探索太空和世界 还让我们对于暗若物质的探索研究 有了重大突破 相信在未来 随着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 和中国工业的迅速崛起 我们在研究生命科学 探索宇宙奥秘等方面 会有更多惊人的成果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智慧地铁并系统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博士学院 并不是一种用来对工程进行施工浴演 施工精细化管理 并进行实时安间的智慧系统平台 广州地铁18号线设计为 全国载舰时速最快的地铁线路 全线9个站点 需要设计8个换乘站 由于线路临近列德大桥 和载运营的地铁5号线 顿购机要在珠江底下 两次级转弯 预计投入8万施工人员 同时建设 工程规模大 复杂程度高 交通组织复杂 对规划线路 地质勘查 地下埋设管线 施工设计等 提出了空前的要求 BIM可以将地铁设计指标 以及后续施工中 要面临的实际问题 以数据的形式 进行集成和三维建模 以达到对工程建设进度 进行预演 对建设进度精细化管理等目的 本次建设中 BIM工作的第一步 预先建模 通过研发了轨型区 全专业的智能化建模工具 将设计规范 以及设计人员经验 转换成算法 短时间完成十几公里的 轨型区全专业建模任务 通过模型的碰撞检测 和虚拟建造 大部分的设计问题 工序问题 暴露在实体施工前 节省设计变更耗费的 工期以及材料成本 BIM工作的第二步 协调工作 建模后 派工单作为管理平台的功能核心 将BIM模型与施工单位 各项施工要素关联起来 协调各工口安全有序地进行工作 BIM工作的第三步 智能追踪安全监管 现场管理人员监督施工班组 严格按照派工单的内容进行施工 完成施工后 再将工程的实际资源消耗 进度完成情况 质量问题 安全问题 档案交付等信息 通过派工单 反馈至系统中 与模型相关联 最终得到包含完整施工信息的 竣工模型 BIM工作的第四步 施工数据纠错 系统升级 整体移交 利用已建立的各专业模型 通过虚拟与仿真等技术 实现可视化交底 提前感受周围环境要素 和内部空间净空 施工难点等部位 对不合理部位 在施工前解决 最大限度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工程施工实施过程中的 重点难点 及关键工序的 虚拟漫游及可视化交底 18号线实现了 广州市中心城区 与南沙新区的 快速轨道交通联系 支持南沙新区 南沙自贸区发展 同时连接市中心城区线网 补充南北轴向客流发展走廊 并增强广州东站 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未来广州地铁18号线 还将以城际铁路的形式 延伸至珠海中山和清远地区 增加区域联系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丘陵山地飞防军灵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18亿亩基本农田 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农业质保作业 然而在丘陵山地进行质保 往往会出现高差大 坡度斗 药剂喷洒不均匀等问题 农业发展受到较大限制 数千年来 人们从未放弃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 也从未停止寻找制造 更多便于丘陵山地质保的工具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宇如 平原地形平坦 无论是人工还是机械质保作业 都相对轻松 而到了丘陵山地 我们人站在上面都觉得困难 在上面进行质保作业 更是难上加难 那究竟有没有一架 适合在丘陵山地 进行作业的质保无人机呢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硕大的茶园 这里的茶园将近四千亩 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进行 质保作业了 我们快去见识一下 质保无人机 我们快去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推乡村振兴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